大家好!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!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! 诚意的真诚与可爱让人倍感亲切,成为粉丝心中的阳光男神。 诚意一直以真诚和可爱著称,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品质,她才拥有了如此众多的粉丝。 诚意从来不会刻意防备别人,而是选择相信每一个人,这种毫无保留的真诚,让人觉得她不仅诚实,还带着一丝可爱的天真。 在一次采访中,蔡文静毫不犹豫地表示,诚意绝对不会骗人。 当主持人问到如果两人被整骨,谁会被骗时,蔡文静坚定地回答,诚意会被骗。 她一连说了三遍,她被骗,一定是她被骗,她绝对被骗。 虽然我们也知道诚意容易上当,但被蔡文静这样直白地说出来,真是让人忍俊不禁。 难道咱们家诚意哥哥就不在乎面子吗?这也太搞笑了吧。 在你好星期六节目中,陈顺兮和诚意一同亮相。 陈顺兮在节目中说自己不是坏蛋,而诚意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相信她。 结果直到节目最后,诚意才发现自己被陈顺兮骗了。 诚意的这种只要你说,我就相信的态度,实在是太单纯,太老实了。 还有在湖南卫视跨年晚会上,张远用一首歌就成功地哄住了诚意。 更好笑的是,诚意站在人家面前,还一脸茫然,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 直到何炯老师说,诚意,你已经做出了选择,是不是? 诚意才恍然大悟,意识到不对劲,居然还回去想重新选。 这样老实的人,真是少见,而这种憨厚也让她显得格外可爱。 也许正是诚意的这种真诚与可爱,让我们对她产生了深深的喜爱。 她就像是一颗开心果,总能带给我们快乐。 看着她,我们的一天都变得充满阳光。 赵露丝素颜初揭秀出惊艳蕾斯睡衣造型,粉丝惊叹她的大胆与美丽。 赵露丝近日以一身别具一格的蕾斯睡衣造型亮相,展现了她独特的个人魅力与自信。 这一造型虽然价格不菲,却在网络上赢得了许多好评,网友们纷纷称赞她展示了帅性而畏的生活态度。 这让人们不禁联想到她是否会成为娱乐圈的下一个养子,引发了广泛的讨论。 在当今的娱乐圈中,赵露丝以其鲜明的个性和卓越的影响力,成为了九五后新生代明星中的佼佼者。 她不仅在演艺事业上表现出色,其商业价值也备受瞩目。 每一次公开露面的装扮,都会成为时尚潮流的风向标,吸引无数年轻女性争相模仿。 最近,她以一套独特的白色蕾丝睡衣亮相,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 她的这一身装扮不仅给炎热的夏季带来了清凉的感觉,更是在时尚界引发了热议。 赵露丝的这套白色蕾丝吊带背心搭配两侧开叉的长裤,看似家居慵懒,实则是一件价值4000元的奢侈品。 这种高调的穿搭选则绝非偶然,背后隐藏的是她对自身外貌和肌肤的极大自信。 在众多新生代明星中,敢于素颜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人并不多,而赵露丝的这一举动,无疑向外界传递了她。 她对自己外貌的高度认可。 这一大胆的装扮在网络上迅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。 有人调侃,赵露丝的清凉造型几乎可以与街头向尾的小店老板娘媲美。 在《炎炎夏日》里,她的穿搭选择与社会道德规范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。 这不禁引发了人们对明星着装与社会规范之间关系的思考。 作为公众人物,明星的穿着常常被视为一种娱乐现象,但当普通人效仿时,却可能会面临异样的眼光。 尽管如此,许多网友对赵露丝的睡衣造型给予了积极评价。 他们认为,这种装扮不仅展现了她率真自然的生活态度,还体现了她对青春活力的充分诠释。 赵露丝通过坚持自我,塑造了一个美丽、多元、自信且独立的现代女性形象。 虽然这套睡衣的价格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有些昂贵,但对于赵露丝而言,这只是她生活方式的一部分。 她的每一次选择都在向外界展示,她不仅是一位备受追捧的明星,更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和自信的女性。 作为娱乐圈的一颗新星,赵露丝一直以来都是话题的中心。 她的粉丝对她的喜爱异于言表,而批评者则时常对她的举动持怀疑态度。 这种两极分化的评价让人不禁联想到同样在争议中成长的杨子。 近年来,杨子凭借其出色的演技和不懈的努力,成功跻身一线女演员的行列。 那么,赵露丝能否如杨子一般,在争议中成长,最终成为娱乐圈的中间力量? 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。 对于赵露丝的未来,网友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。 有人认为,她的独特魅力和个性足以让她在娱乐圈中走得更远。 也有人质疑,她是否能够像杨子一样在演技上不断突破,获得更广泛的认可。 不论如何,赵露丝的每一次亮相都吸引着无数关注,她的每一部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明星传奇。 网友们对于赵露丝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。 有的网友认为,赵露丝在穿衣风格上大胆尝试,方便日常生活的同时,也展现了她对时尚的独到理解。 另一部分网友则赞叹,她的美貌和性感,认为她既具备了女性的柔美,又兼具了健康的形象。 有人更是将她比作甜妹,认为她不仅外表可爱,还散发着独特的个人魅力。 总的来说,赵露丝在娱乐圈中的发展充满了无限可能。 她以率真自然的个性和不拘一格的时尚态度,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。 未来,她能否在演技上更进一步,成为像杨子那样的实力派演员,我们拭目以待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感谢您观看